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欢迎来到今天的作人片 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从道中来 到最后也会回道中去 换句话讲 是谁创造了人类 我们一定有一个伟大的造物主 我们把这个造物主成为道 既然我们从道中来 到最后要回到道中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是道 人生修行的过程 就是忘掉了自己是道 通过修行 成为道 如果你去百度百科 乔达摩西达多 他是如何成佛的 上面有一句话 就是他通过修行成道了 所以别人不再称他为人 把他成为释迦摩尼 释迦是他的姓 他的家族 摩尼是圣人的意思 释迦族的圣人 把他成为佛 而这个百度百科上面 没有用乔达摩西达多 通过修行成佛了 而是用的是成道 我觉得这个词特别特别的好 我们本身就是从道中来的 但是我们忘记了自己是道 离道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变成了凡人 但是有一些人他觉悟了 然后他慢慢的知道了自己是道 他慢慢的懂得了什么是道 他与道合 到最后把自己修成了道 离道越近越成功 离道越近越健康 离道越近越幸福 其实道无处不在 道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世间万物生于有 而有生于无 无是什么 无就是道 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氧气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能量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存在 道看不到摸不着 但是它真实存在 那我们如何合道呢 我们如何成道呢 举例说明 就是今天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你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起床工作 劳作 在太阳落下的时候 你就休息 其实这就是合道 叫大道无言啊 大道无形 但是实际上 他会给我们一个像 叫天垂像 那接下来周老师 用最简单的话 来教大家如何合道 周老师尽量讲 这么一句话 这个世界所有的成功 跟失败都是偶然 成功只是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也不小心合道了 失败只是因为 你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背道了 很多很多人 为什么突然赚到了很多钱 又突然突然 突然亏了很多钱 就是他合道了 但是他又背道了 那我们如何合道呢 我把人比喻成一个树 我们要想让这个树 开花结果 长成果实 你总是在那个 枝枝叶叶上 浇水是非 是没有用的 要干嘛 要找到这个树的本质 这个树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它的根 那谁是我们的根呢 父母就是我们的根 所以合道的第一个核心 教你们做人的第一个核心 不用讲了 就四个字 孝顺父母 对吧 不管父母对你咋样 他给了你肉身的生命 那没有父母 有你嘛 对不对 哪个母亲不是十月怀胎 所以说 不管是你的生父 还是你的养父母 都是你的根 你要往根上浇水 反正钟老师去过很多国家 我也见过很多很多国家的首富 我真的发现了一个秘密 越富有的人 都是越孝顺的人 去泰国 泰国最大的庄园 就是拍流行花园的那个场地 就道明寺的家 那个人 是泰国首富 而那个庄园 就是泰国首富 送给他妈妈的 这个七十岁的大寿的礼物 所以你会发现 真的 包括我去新加坡 见到这个 新加坡福布斯排行榜前十的 富贵集团的这个总裁 他是做园林的 做牧林的 把墓地行业 应该是整个亚洲做的最大的 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个行业做的非常好 他以前不是做这行业的 他是怎么找到轨道的 他的岳父死了 他的岳父以前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就希望给他岳父找个墓地 找遍整个新加坡 找遍整个马来西亚 没有 发现都太low了 配不上我岳父 然后他就自己造了一个 他觉得这个需求太大了 你如果去过富贵集团的园林 妈呀 你仿佛去到了圆明园 去到了旅游景点 这是一种 中国的这种 中国风的这种园林建筑 那还有 在这个马来西亚 吉东坡 最繁华的十字路口 有一个大厦 那一看就是五星酒店 甲鸡鞋子楼 结果你一进去 墓地 所以你会发现 他如果不通过校村 他能找到这些轨道吗 包括周老师 很多人问我 周老师你是怎么强大的动力 能够让你从十五岁初中辍学 这么辛苦 这么努力 对吧 就是因为爱我自己的父母 希望让父母好 希望让父母过上好生活 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告诉自己 我长大以后一定会很成功 但是我必须年少成功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老了 我母亲老了 他想做不了我的成功 我要成功又有何用呢 就像贾玲一样 他拍了一部电影 叫什么 对吧 叫你好李欢迎 李欢迎是谁 是他的妈妈 他妈妈在世的时候 他是个胖丫头 啥也不会 上学也不会 干啥啥都不会 没有任何成就 结果他妈死了 他现在非常有成就 又能如何呢 他最爱的人 看不到他的成就了 所以他希望拍一部电影 来缅念自己的母亲 结果票房大卖 对不对 一下子 哇 这真的是贾玲 从一个普通的 一个小品演员 对吧 一下子变成了这个 那可以这样讲 在中国的影史上 应该是留下了 最深刻的一笔 那就是因为他合道了 对不对 那个电影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合道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孝顺父母就是到 每一年多给父母钱 给父母的钱越多 你的钱越多 你的贵人越多 你知道吗 真的 一定要对自己的父母好 多给父母买买衣服 多陪父母撈撈坑 离父母近一近 对不对 然后多给父母钱 每一年我们公司员工 是必须给父母钱的 不然的话 就不配成为会成的员工 孝道是第一核心 那这是第一个道 对吧 第二个道叫什么 尊师重道 什么叫尊师重道 尊师重道的那个 重用念重字 重就是重合的意思 当你尊师的时候 你就一道重合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师父的父 在我们中国 是父亲的父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对不对 我们在河南老家 每一年过年 拜那个牌位的时候 那个牌位上写的是啥 天地君亲师 对不对 那吴京 那个破百意的那个电影 吴京当兵回家以后 第一件事就去 拜那个牌位 天地君亲师 我们古人拜天 为什么 天就是道 拜地 地就是道 对不对 军 那就是我们的军上 要跟着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走 对不对 师就是师父 然后就是自己的老师 天地君亲师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人有人道 地有地道 天有天道 你追寻天地人三道者 那就是王 所以一定要尊师重道 对不对 你看我的很多学生 非常懂得尊师重道 逢年过节一定送礼 逢年过节一定给师父发红包 每一年周老师过生日 一定发红包问候 要不就亲自跑过来 来给师父一起过生日 你会发现那些凡是尊重老师的 全发财了 而有一些学生每天是干嘛呢 师父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师父 你看我这个产品非常好 你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对不对 你买我点产品 师父 你给我介绍点客户呗 你会发现这些弟子全没赚到钱 他根本就不懂得尊师重道 你把师父当啥了 在座各位我告诉你啊 凡是天天想来我这儿蹭资源的 想来索取的 他不是对我是这样事 他对他爸妈他妈也是这样事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座各位 同样的两兄弟 一个是天天给父母钱 付出 爱父母 对吧 另外一个是天天买盒烟 买盆成酒都四十多了 还甜了盐找父母要钱呢 你告诉我 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你说他们家谁能有钱呢 肯定是孝顺父母那个人 对不对 一个是给父母天天天索取 一个是天天付出 那个树根 对吧 一个是天天刨自己的树根 妈呀啃老 咔咔啃 把树根全啃断了 你这棵树不倒才怪 一个是往自己的树根上 天天浇肥 失水 那你那个树只能长得越来越繁荣 对不对 昌盛嘛 那还说什么说 那为什么说 一定要尊重父母 一定要尊重师父呢 因为在风水学上 师父代表的就是父母的能量 我的很多很多的学生说 老师你让我孝顺父母 父母都已经不在了 怎么办 我说你逢年过节去上坟 很多人三四年都没有上过坟 能好得了吗 对不对 他说除了上坟呢 我说师父代表了父母的能量 你对师父好 不就对你父母好了吗 或者你认个干爹干妈 他也代表了父母的能量 你们记住一句话 父母和师父就是你的贵人 你对他们越好 你的贵人越多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再索取了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一个是不停的索取的人 一个是不停的付出的人 凡是不停的付出的人 都越来越好 凡是不停的索取的人 都越来越差 真的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的一个学生 要投一个金融项目 我一看你这是传销 什么玩意儿 不允许偷 这学生马上听师父话 那这学生肯定越来越好 那有一些呢 不允许偷 马上在背后说师父坏话 师父当我踩路了 凭啥不让我在你平台推荒项目 还发信息恐吓我 威胁我 你知道吗 那这种人就大逆不到啊 那大逆不到 他能好得了吗 那这老天爷会收拾他们 不到半年崩盘了进去了 全会往军家当裁 这种案例在周老师这里 那发生的是比比皆是啊 所以说 今天交给大家几个道 对吧 这个爱护自己的父母 尊师重道 天地君情师就是道 做人就要与人道合 与地道合 与天道合 做人就要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就是合道 不孝顺父母 啃老 那就是背道 尊师重道 那就是合道 天天在你师父这索取 你就是背道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够唤醒你 我是周恩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